第一单元重新出发 单元主题 本单元带领大家体会 心中有梦最美 要勇于追求和面对挑战 无畏挫折与困境 让我们一同重新出发 开创展新美好的未来 第一课望黎明 作者借由登山眺望黎明美景 鼓舞大家要克服逆境 勇敢逐梦 迎向光明 望黎明 改写字 穿入柳红 望黎明 为眺望浮小的美景 我去攀登陡峻峻的山巒 从大海那边 从退潮的黑影里边 一颗硕大的红宝石 跃出海面 黎明 一旦无一的 我们走在黑暗的黑暗的小路上 不知怎样祝福这一天 然而正是此路通向山巒 然而正是此路通向山巒 正是此路最先接受太阳的火焰 我们迈一步向前 为了心中的梦想 为了明天 张开双臂 张开双臂 快把胸怀放宽 乘风在我们身边吹拂 山路在我们脚下蜿蜒 切勿以为这攀登是在梦境 切勿因怪石临寻 而愿道路艰险 黑夜的存在 是为了又一个灿烂的明天 在人生旅途中 每个人都要积极开创自己的未来 在过程中或许会遇到阻碍 要用乐观敬取的态度来面对 化阻力为助力 就能得到珍贵的礼物 幸福的力量 幸福的力量永远跟随在心中有梦 又勇于逐梦者的身边 让我们一同倾听 倾听自己内心的渴求 勇敢迎接这场精彩的生命蜕变之旅 问题与讨论 新的一年 你会取下哪些心愿 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当你达成 当你取下心愿后呢 要怎么做 才能心想事成 刚好那个日记就是写 开学立志目标的哈